奇怪齁 就是這樣 豆花是這樣做的 而且只有一次機會 沒有第二次加水的機會 因為它衝過來這個東西 你不夠了就不能加了 因為攪了就出水 好 我剛剛講說兩條 現在不太夠 沒關係 大家要等一下下 刀刀啊 慢慢的齁 因為等一下 它的會混合得更好一點點 慢慢的齁 那在外面的人通常怎麼做呢 就是豆漿溫度大概70度到85度之間 然後他們就把鹽乳倒下去攪拌 再到一個程度之後停 它就自動沒過了 所以它時間要撈很長 各位發現 慢慢的有淡黃色的水出現